小雪是猪 小贝是猪 熊妹是猪 大宝是狼 可恶 谁骂我是猪 你给我出来 角色分配完成 三只小猪副本 开始传送 大宝一 这个声音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 任务一 你们每个人 都要在规定时间内 盖一座房子 计时开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宝怎么不见了 完成任务一之后 你们就能见到大宝 已经开始计时了 我们先把房子盖了再说吧 这里有稻草木板和石头 用什么盖房子好呢 我就用稻草盖房子吧 用稻草一定能最快盖好 我想用木板 天气这么了 稻草房子肯定会进风 木房子暖和一点 那我就用石头盖房子吧 石头盖房子 一定是最结实的 盖好了 果然是我最快 稻草房子盖起来最简单了 我也盖好了 小雪 需要帮忙吗 小贝 谢谢你 我也盖好了 我们已经把房子盖好了 大宝在哪里 别着急 你们马上就能见到大宝了 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 我们当然不会后悔了 你快让大宝出来 现在发布任务二 小猪躲在房子里 就不会被狼捉到 如果被捉到 就会被淘汰消失 小姐姐姐小贝姐姐 我们好像就是小猪 三 二 三 二 一 狼来了 快躲进房子里 我来了 这里有三座房子 我要怎么进去捉到小猪呢 有了 我把这座稻草房子吹倒 我吹 大宝哥哥 你怎么是狼 没错 小猪球妹 别跑 小贝 快让我进去 哼 躲进房子 我也能捉到你们 大宝 你怎么会是狼 还来捉我们 因为 这是三只小猪的故事 狼就是要捉小猪的 想让我们听过 三只小猪的故事吗 哼 真是糟了 早知道 我们就和小学姐姐 一样盖石头房子了 你们够回饮晚了 我跳 我再跳 我跳 跳 跳 不搞了 快跑啊 只剩最后一个房子了 大宝 我劝你别进来 你知道 三只小猪故事里 狼的结局是什么吗 我知道 但是我相信 你的房子里 没有铁骨 我去 大宝姐来了 小贝兄弟 我们快跑 别跑 狠狠 抓到你们了 七姑 我为什么会被弹坑 他们明明已经没有房子了 谁说没有 我们已经有新房子了 在哪里 我怎么没看到 铁孩小猪姐姐带了笔 在笔上换了一个房子出来 什么 这样要行 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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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躲在房子里 就不会被狼捉到 可没说是什么房子 画出来的房子 当然也算 那好吧 我认识 月舞二完成 三只小猪复门完结 玩家可返回童话王国 太好了 终于可以回去了 小朋友们 最喜欢的童话故事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我认识 啊 年轻人 我一直在说